大陆国台办前副主任王再熙近日接受《望报》的专访,对于两岸统一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应足以反映出部分大陆官员及学者的想法,可以当作研判大陆对台政策的参考。 首先,王再熙指出大陆对于此一议题的基本立场是两岸一定要走向统一,但是他也务实地承认两岸和平统一的可能性正在逐渐丧失。 原因是台湾政党轮替,蓝绿实力肖长以及台湾的民意走向,对照于民进党执政以来,在两岸关系上不承认九二共识,主张一种各表的国民党在民调上仍不见其色,无法有效制衡民进党的两岸政策或取代其执政地位。 各项民调显示台湾人民支持统一的比例偏低,王再熙的说法反映出大陆目前对于两岸关系的观察以及未来走向的忧虑。 其次,尽管大陆主张统一,王再熙也承认台湾问题的形成有其历史性,实现统一具有长期性,大陆要有一定的耐心,要定定明确的统一时间表有其困难,但是既然统一是大陆追求的目标。 面对台湾现行和平统一的条件在逐渐失去之时,必须要有紧迫感,正是在此一意和平统一的无望感与紧迫感的交迫下。 自去年520以来,大陆各种武力统一及统一时间表的建议纷纷出笼,未来在对台反独促统的做法上必然会有所影响。 第三,虽然蔡总统上任后大力强调将继续维持两岸现状,也小心谨慎地不去推动法理台独,但是大陆对于民进党政府实际上去统驱毒的走向仍然难以接受。 王在西在访谈中刻意提醒,尽管民进党政府并未碰触法理台独,但是不断在进行独化教育及政策的情形下,若让陆方觉得两岸和平统一已无希望,符合反分裂国家法中的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条件时,将被迫采取非和平的手段以解决台湾问题。 尤其是大陆民间本就已有武力统一的声浪,台湾的作为与发展僵尸的此中主张取得合法合理的基础。 第四,对于统一的模式,王在西也提出一些较新的看法,他表示大陆人希望汉统在统一不能走脱的情形下,两岸可以透过协商谈判,签署分阶段统一的协议,逐步加以落实。 但是在汉统无望的情形下,大陆也不排除武统,甚至也可能实施兵临城下以战破汉的北平模式。 然而,只要是民进党仍然执政,台湾人民的统一意愿仍然不强的情形下,两岸要签署分阶段统一协议的可能性就很低。 在武统方面,采取北平模式确实是比直接武力攻台成本要低,但是两者都将面临美国的反对与介入。 大陆现阶段国力仍不足以克服美国这一关。 两岸要和平统一,关键的因素还在于大陆自身的条件与做法。 大陆如果能以自身的发展成果及怀柔方式争取台湾民心,才能在台湾内部形成支持统一的民意。 对于台湾而言,则要注意大陆对于统一及迫感升高的趋势,以及在和平统一无妄下采取极端做法的可能性。 若继续视而不见,坚不接受九二共识意涵,并在台湾内部采行区中驱逐的做法,将是危险不治之举。 作者为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